妈妈不在家 小女孩将玩具藏进了冰箱里 不知道会不会被妈妈说 这天妈妈让小女孩和小猴子在卧室玩 可是爬上床的小女孩 扛着玩具就想着去外面 聪明的小猴子也抱了一个最爱的猴子玩具 跟了上去 虽然她不知道小女孩要干嘛 但她作为小女孩的好朋友 怎么能不合取吗 来到厨房 小女孩打开了冰箱 小猴子帮忙扶着冰箱门 原来小女孩是要将玩具放在冰箱里啊 虽然明知小女孩要闯祸 但是小猴子并没有去阻止 因为即使她阻止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关上冰箱门 小猴子快步朝着卧室跑去 从卧室拿出一个她最爱的红色玩具 聪明的小猴子一如既往地帮忙扶着冰箱门 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将她的玩具 也塞进了冰箱里 从床上拿到最后一个玩具 小猴子帮忙打开冰箱 小女孩觉得冰箱放不下 就将玩具放在了货架上 可是冰箱门又关不上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 放在第二排 抱着小猴子回卧室 等妈妈回来 回到卧室两个小家伙就去午休了 转眼妈妈就从外面回来了 原来是去买菜了 放下手中的菜 在厨房喝了口水 拎起塑料袋 打算将菜放在冰箱里 可当她看到满满的玩具 妈妈傻眼了 她从未想到冰箱里能开出玩具 朝着卧室大喊了一嗓子 气冲冲地就想这去卧室算账 害怕的小猴子 刺着牙不知道该怎么办 被妈妈叫下床 本来打算跟着妈妈和小女孩一块去的 但是她犹豫了 害怕妈妈训斥她 没有照顾好妹妹 发现妈妈并没有去叫她 小猴子心里又过意不去 慢慢地顺着墙角跑过去 劝妈妈不要为难妹妹 妈妈瞬间气就消了不少 但是小女孩犯的错 必须让她自己一个个取出来 再让她将蔬菜放进去 让她知道冰箱里面该放什么 什么不该放 妈妈打开洗衣机 小猴子和小女孩将地上的玩具交给妈妈 让他们知道犯错是要承担后果的 这样的一家人大家喜欢吗 喜欢就在评论区送个小红花支持一下吧